弟兄姐妹们 下午平安 我们要开始下午的这段时间 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反对我们走一个比较轻松的路线 好吗 那你旁边的人应该很疲惫 请你帮帮我 可能不用做什么就是垂胸 不用垂胸 垂背 按摩15下 被旁边的人打气 捏捏他的肩膀 帮他放松 预备我们下午这段时间 轮流的位旁边的人 捏个15下 轮流来回 预备我们的心事意念 对 很好 很棒 终于看到了这个历史的记录 非常非常的好 按大力一点 趁机报仇一下也可以的 不要客气 合法的 合法的 感谢主 陈牧师做榜样 两个都按 好 再次的谢谢大家出席下午的这一段 实践对话的时段 我们非常的感恩 真的是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号召各路世界各路人马 高手如云 在这边一同来服侍 我觉得我要说的是 很敬重 这里的同工们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当中 一同的来服侍我们的主 然后有一个分享 来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个对话 不晓得你 晓不晓得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大脑 它不是我们身体的唯一做思考的器官 除了我们的大脑以外 你晓不晓得其实我们的心脏 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器官 在我们的心脏上面大概有四万个神经元 它有记忆力 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今天有人接受心脏移植的手术 比方说他接受了另外一个心脏 他的人格行为喜好都会有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那么我们如果说大脑 大脑如果它是理解力的 这个主力是做理解力的器官 那么我可以大概说 我们的心脏其实是做情感力的器官 换句话说 我们的头脑的理解力 跟我们心脏的情感力 必须是匹配的 单单只有头脑的理解力 我理解了 是不足够的 一个人理解之后 他需要留第二关口 就是心脏的情感力 也要认同 也要确认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走了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圣经有一句话 我们都很熟悉的 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心发出的 所以一旦我们的心确认了 它的影响是长远的 但是我们的心确认错了 它的影响也是一生的 那我常常觉得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关于国度神学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理解力的部分 它也包括了我们情感力的这个部分 去回应 我很感恩这次的大会 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谈 对于是当我们讲到说 天国在哪里的时候 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 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 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原来我们今天要谈心的 这次大会请了六位很棒的嘉宾 那我的责任是 来邀请这些嘉宾上来 分享他们 在信仰的路程 他们怎么样走过来 希望借着他们的分享 它产生一个叫禁止反应 他们所讲的 可以引到这里 每一位你自己本身来想 他们回答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答的 你是怎么样来回应 像他们这样的回应 所以这是大会所邀请的 我们的这些的嘉宾 他们不但有天国的理解 更重要是我们看到 他们都有天国的心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的表达 让我们一起产生共鸣 你们说好不好 感谢主 我们鼓掌鼓励彼此 那今天感恩我们请到了 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利豪牧师 还有我们的子俊牧师 我可以说他们是 非典型的牧师 非典型是好的非典型 他们有一种 年轻人都很喜欢的气魄 还有一种的charisma 就是一种的生命力 他们做天国的事工 除了从传统的角度 延伸出来之后 他们找到自己的路 但是他们的中心点不变 我想这是今天我们想 透过他们身上 一同来思想的 那为了帮助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的流程 我大概指出 我们将会有三个主题 或者是说有三个部分 来分享我们的内容 第一部分 我们会听到我们两位嘉宾 他们分享他们对国度观 个人的理解 官方的我们都不需要了 神学的书本暂且不拿出来 但我们还想问是 如果换的是你们 你们对于神国的理解是什么 它实践性的 那第二部分 他们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想听听 两位嘉宾他们的一些例子 他们也准备了很丰富 听不够 私底下抓住他们在问 应该很多答案 那第三 当然我们也请他们 给我们一些建议 从他们的角度 我们的侍奉 不能够只有一点 怎么样可以从一点 变成一个面 会不会是我们今天 华人教会可以考虑的 一个可能 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 用更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嘉宾 利豪牧师 还有子俊牧师 非常谢谢你们 我想在开始的时候 要不要请你们 稍微讲一点的话 你们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谢谢大家 刚刚听到牧师在解释 介绍我们的时候 我都想说很不敢当 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兴奋 今天有个机会可以在这里 那当然是可以跟大家 有个机会可以聚集 但是我非常兴奋 是可以跟我的好兄弟 子俊牧师 他是一个过去这几年来 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牧师 我常常很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其实会找他去喝咖啡 然后他会给我很多的建议 那我去年去到马来西亚 有一个教会邀请 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 我去到马来西亚 每个弟兄姐妹来 找到我 第一个问我就是 那子俊牧师也会一起来吗 还是什么的 那我说子俊牧师没有来 但是我在这里 然后他们就说 如果有一次我们可以 子俊牧师跟你一起的话 那就很棒 所以我上次回去的时候 就跟他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机会是可以一起 那没想到今天 这个一起是在曼谷 在泰国 所以非常的开心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兴奋 可以跟大家在一起 跟子俊牧师在一起 是 太好了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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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吴牧师的介绍 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感谢陈牧师 还有创新神学院给我们机会 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 我们平常都有一些联系 但是很少有机会 我可以一起坐在这里 然后一起聊聊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 那另外就是 我很高兴可以接受吴牧师的访问 因为我是去年听到吴牧师的一场分享 就非常非常喜欢吴牧师的分享 所以今天可以跟吴牧师同胎也是我的荣幸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 是 他们两位都是大师 因为他们在舞台上 舞台上 讲台上 一段时间 已经很好的经验了 刚才子俊牧师还开玩笑说 那子俊牧师还开玩笑说 他们这样的做法 好像是那个 婚姻諮商 婚姻諮商 好像我们两个有出了冲突 我们来找你求助的 很像 他夫妻说怎么样你们关系怎么样还好吗 我觉得每次我的感觉跟他讲 他都没有接触我的感觉 他每天都忙工作都不回家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我们接着这样一个机会 很开心跟他们两位来分享 好 想我们进入主题 听听你们听了我们特别是今天早上 这两个重量级的关于神学部分 你们自己本身应该都有谈过 有分享过你神学 国度神学这一块 好不好听你们用一个句子 或者是一句话来 请说一下 因为台下都是各个地方的大师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多厉害 我只是分享一点点我的体会 我觉得神的国度 以国度来讲 简单来说如果一句话 我认为就是 神的意思 神的主权可以达到的地方 就是他的国 一个国 一个国家呢 如果他的这个国家的意思 可以通行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的国 神的意思如果可以到达的地方 我相信那就是他的国 所以从今天早上 两位神学家跟我分享 我想不论旧约或新约 神的旨意不只是希望是一个民族 神的旨意也不只是希望是在一个 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国度 神更希望是在 让他的旨意可以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让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 畅通无主的地方 就是他的国度 那我认为神的国度是非常宽广的 不是狭隘的 也不是局限的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个很经典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这个方向 那刚好我的桌上也有一位教授也来交流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会不会我们在谈神国观念的时候 我们把神国的那个延伸太过绝对化 就是说当然神国的降临我们很期盼 但是在今生大概不会绝对 不晓得你看到他的那个重点吗 我不知道绝对化到底是有多绝对 但是起码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展现就是 在我小的时候 台湾的我们是在台湾吗 台湾的教会 这些中派跟中派间的隔阂是蛮强烈的 然后联恩派跟福音派的这种攻击是蛮大的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方面当他掌握到他认为 所谓他找到神的国 或者是他觉得他的那个神学观觉得很棒的时候 他不只是会占有他的领土 他还会攻击别人 那就会可能就像吴牧师说的 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方式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太过希望现在就降临了嘛 那我们可能把一些完美的观念 就展现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政治等等 就我们就失望了 因为地上不会有完美的答案 是 好 嗯 像徐牧师已经讲了 非常多我也不知道要加什么上去的 嗯 我最近在跟我们的团队 在上个礼拜我在 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个old staff 就是全部的全体的同工们的一个同工会 那我就跟他们再分享一个概念 我跟他们分享说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说这个是比较像教会 这个比较像业界 对不对 我们会说这个方式 这个管理方式这样的东西 比较是符合教会 这比较符合业界 但是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 其实这个分法 这个二元的分法是错的 因为在神的角度里面 他分的不是教会跟业界 他分的是哪个是属神的国度 哪个不是属神的国度 因为有时候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有些做事的方式 可能是教会的方式 但是他不完全符合神的那个国度的方式 那在业界里面有些的 有些的智慧 有些所谓的common grace 神给的业界里面很多的智慧 其实是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的 很多事情的上面 所以我们要去分法的时候 应该是去分辨神的国度的样式是什么 神国国度里面的原则是什么 神国里面长出来的果子长什么样子 然后怎么样子有智慧的在教会里面 常试着去应用这些的原则 这些的文化 好叫我们可以 杰出可以长存的果子 所以我觉得在神国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讲到神国神学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更深又更广的一个东西 其实刚刚子徐牧师有讲到 其实神的国是很广的 它不是只是限制在各个教会里面 因为每个教会一定有它的文化 跟它的一些的神学观 跟它的背景 那这些跟它的历史有关系 跟它现在带领的领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神的国却是超越这一切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有办法在不同的中派 不同的教会里面 tap into更高更广的一个东西是叫做神的国 从这个里面得到一些的智慧原则方式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工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社会 在这一切当中 我觉得这就像是耶稣在说的 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利豪牧师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继续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做 你的教会 他是The Hope Church的主任牧师 那么你怎么样把你的观念延伸到 你的教会社区 这方面可以再说一点 我们教会是 然后我们是五年 大概才五年而已 所以 所以 在五年前我们在开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跟我们开始这些的 我们所谓的同工员工 都写不知道他们叫做员工 因为不知道付不了他们的薪水 付不了薪水就叫员工 如果付不出薪水就叫同工 那 那时候还跟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第一年付不出薪水的话 你们可以来住我的家 因为我家有几个房间 我说可以来住我的家 但是 那个时候跟他们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子 接下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或是发展会是怎么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蛮清楚的 对不起我应该说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 神在许多年前很清楚的告诉我 但是 我到现在我还是 自己在摸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在许多年前有一次 我在祷告的里面的时候 我感觉神在我心里面跟我说 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宗教中心 教会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中心 那 那这句话 我听得很深奥 所以我 我像说不是因为我搞懂了 我像还在 是的搞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那时候我在 跟他们我们在开始这间教会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要开始的 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中心 不是只是一个 希望大家可以来聚会的一个地方 而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彻彻底底 透过神的国 祂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 去改变我们城市 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文化 因为这个文化我相信是可以改变 这个文化不代表说 是要变成基督徒才会改变 我觉得改变文化不是说 你只要信主才会改变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改变 是人家跟你拜的神不一样 但是他却被你的文化给影响 其实现在的西方的国家 很多他们已经是 后基督教的Post Christian的一个 所谓他们所拜的神 已经不是基督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但是基督教在他们这些的国家 长期以来的文化的影响 确实在 在基督教进到大不列颠 在基督教进到日耳曼这些族群的之前 他们的文化跟现代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基督教北欧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这些文化在过去这一千多年来 因为教会进到里面 开始establish文化 他们不是只是建立教会 而是改变人怎么去思考一件事情 改变所谓的认知学 我们是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真的 我们怎么看待人跟这个宇宙的关系 人跟我们environment的关系 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这个东西进去之后 它改变这个文化 那我在台湾里面 我相信我们华人的 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有非常多很好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我觉得 不是符合神国的一个文化 在我们的中间 我想这边如果说我们抓住重点 反正我很好奇个人 会不会我们不要用教 这只是一个想法 不用教会这个字来做教会 反而会比较看得更大一点 对 所以我们的教会 其实就叫做the hope 我们其实没有叫做church 我们叫做the hope 我们其实没有 那不是说我们不是教 我们的确是教会 也不是 其实我对教会观是很 我很重视那个教会观 一个人的教会观 但是我们没有叫做church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梦想是有一天the hope 它不是只是一个教会而已 它是去影响台湾很多其他 因为台湾有一个机构是属于一个宗教 叫做慈祭 那它彻底的影响台湾的文化 这个机构影响台湾文化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在加拿大读宗教学 读到佛教跟文化的影响 我们在加拿大都要读到实际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很厉害的 完全赞同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把它叫做 但我们当然还是教会啦 只是 我说就好 我们不一定要写一个church 就好像 我今天不用穿一个T恤写说 我是人类 就是你看起来就知道我是人类 所以我说 别人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教会 未定上面一定要写一个church 但是我们的用意 是先从教会开始做起 所以先建立local church 因为没有strong的local church 谈其他改变都是天方夜谭 我不知道这样说法 就是都是天马行空嘛 都是飘在空中 所以一定要有strong的local church 再进到所谓的institution building 跟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去改变我们的文化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说不定在我有生之年 我只能参与到比较多是教会建造那一部分 但是可能接下来 下一任二十年之后的主任牧师 或是三十年后的The Hope的主任牧师 他可以带领我们去到下一个阶段 但是我的期待是 是我们可以 可以因为教会 不是只是我们教会 但是是神的教会 在台湾被establish 被建立起来 而改变 从这个地方改变我们华人的文化 我抓这个话题 请我们的子俊牧师来回应 因为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 会不会我们也做教会 我们就越做多点宗教的 过于我们做信仰的核心 会不会这样的可能 我牧师在讲的是 我们用的利好牧师所讲的 因为我们做教会 我们会不会end up做教会的礼仪 宗教性的事情 这么专注到我们信仰的核心 反而影响力啊文化反而不见调 因为我们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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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第一 我爸爸是牧师嘛 没有人想要跟爸爸 同一个公司工作嘛 是 有挑战的 第二个是 从小我长大的教会就是那种 真的是 就像吴牧师说的 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在维持一个 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 所谓正统嘛 好像是一个我们觉得对的宗教仪式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 唱完快歌要唱慢歌 那我小时候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盛餐饼不能加巧克力或草莓醬 就我小时候就在问 这个可能只有你想过 这个问题 我想过为什么唱快歌 唱完一定要唱慢歌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在想招待 在门口可不可以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领盛餐 巧克力吗 请往左边做 草莓往右边做 我都在小的时候在想 常常主恩的滋味 然后每个礼拜在唱这些十歌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说 你们每个礼拜唱这些歌 我都腻了 难道上帝不腻吗 那就是 你们为什么每个礼拜 唱了这么十几年都一模一样的歌 为什么还要再唱 圣经不是说你们要像耶和华唱新歌吗 你们为什么一直要唱这些歌 我小的时候 我当然现在 我没有冒犯任何人 就是我没有这个 我只是说我小的时候 都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长大以后 我就不想要回教会全职 但是长话短说 当然当我要回到教会全职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神如果你真的要逼我 就比如说我要逃到他师 大雨要把我咬回到泥泥尾尘的时候 我就说你如果要逼我回到教会全职 我想要 那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问你 哪些东西是你想要的 哪些东西是你要留下来的 那哪些是不用的 比如说我当主任牧师之后 我第一个就问童工说 一定要有周报吗 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环保的话 还要印周报吗 那还有多少人看周报 那我们可不可以为那些 看周报的人印那几份就好 那我们就问大家 哪些人还要看周报 那我们就 对不对 我们就从剩五十份 剩十份这样子印 还有人现在坚持到就是 当然没有 没有人在看了 那很多的通知就可以改 就我就一直问说 这个东西要做吗 这个为什么要做 圣经有要讲这个吗 那没有要讲我们可以改吗 我们就是一直在问这些问题 才会解决 刚刚我牧师问的 是宗教吗 还是真的是心灵诚实 是 阿们 我想这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继续谈的话题了 我想我们做教会 都会有这个困难 什么可以放得下 什么应该坚持 特别是我们疫情之后 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我们只能够做那么多事吗 好 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当我们从你们所讲的神国的这种的定义 或者是解释 你们怎么样在你们现有的讲台 或者是你们的教导的事工当中 你们去传递你们的这种信念 我们想很有兴趣 去听你们的方法 我 我必须先承认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讲到讲道嘛 那我相信 可能在座 有些人可以跟我感同身受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可能没有遇到我 那时候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难 我可能有些有 我在二十几岁就出来当传道人 然后在二十几岁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 其实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必须承认 我讲道的时候 二十几岁 讲道的时候 我的focus 我的专注不是在我讲的人 而是我自己的身上 因为二十几岁你当 在讲道的时候 你担心的我 担心的是别人会觉得我 都不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像我二十几岁 都是带青年牧区啊 或这些 但是我是带英文区 所以我带的人 他不是以年龄限制 所以我要带跟我同年龄的 我要带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的都有 那我在那个时候的focus 比较是我要想把 我的这篇讲道讲得好 所以我在写讲道的时候 会想说 哦 英文会说 What this preach 这讲出来会 让人家感觉到 Wow wow wow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时间久了之后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个改变 但是 Instead of asking 我里面不再只是在问 这个会讲得好吗 我在问的是 这会 produce 我这篇讲道 会produce 会带出好的门徒吗 那我觉得这是两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思维 我以前会觉得说 这样子讲 会把这篇讲道讲得好吗 那慢慢的会想说 那我这样子讲道 会不会带出好的门徒出来 那当然不是说 我之后就不在乎 要不要把一篇道讲得好 我觉得讲道讲得好 是一门学问 而且是很有趣的一个学问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要花时间 我自己在我们教会的 领袖学院里面也在 在教我们的下一批的传道 怎么去在技巧的上面 但是我后来 他比较为的问题是 what kind of disciple does it produce 这样的一个讲道 会带出什么样的门徒 那我觉得带出什么样的门徒 跟神的国一定是离不开关系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带出门徒 基本上我觉得 要帮助他们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去了解神国里面 所有一切的丰盛 因为神国里面的丰盛 比我们想象的还来得更多 像刚刚牧师有提到 在疫情之后 我们会感觉好像资源变少 但是其实神国的资源是没有变少的 神国资源还是一样的 神的国的资源 神的国没有因为疫情就缩小 可能我们过去做的事情 或是一些方式的效益可能缩小 但是不代表神国的资源变小 那我们怎么样子训练出我们的门徒 是可以看得到神国里面的丰盛 比如说里面的喜乐平安这一切 就是不管他人生经营到的是什么 他可以看到有这一块 他可以把他拉进他的生命的里面 我觉得那是讲道里面 第一个帮助他去了解 而且去access去支取神国里面的丰盛 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帮助他去了解神的国 是透过神在地上的子民去扩张的 因为这就是耶稣给门徒们的一个呼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宣讲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代表就是神的国 福音就是the kingdom is 神的国已经神国禁了 这个禁了不是只是讲说好像 圣诞节时间快到了 他讲的竟是proximity 是我们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 可以支取到神国里面的资源 那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扩展 神国的扩展 透过这些的门徒去传福音 去demonstrate 去释放出神国的那个能力 力量文化去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讲道的 去年门徒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帮助他们去扩张神的国度 所以支取神国度的丰盛 跟扩张神国度的去扩张神的国度 那所以我后来在讲道上面 我就会去 大家会去问我这两个问题 我这篇讲道 或是这系列讲道 有没有在帮助他们做到这一件事情 很美 你提到这两个观念 丰盛的美丽 像我们在台上那些做生意的人 他在卖一个产品 他就需要把那个产品 做到那个被缩服的水平 那么你也鼓励门徒 扩展上帝的国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给你 利好牧师 就是 你怎么知道你做到了 How do you know 这个就是一个好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 第一个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就是他们的生命 有没有因为福音被改变 那这个 我觉得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福音是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人 那 福音它改变是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但是 之前我跟那个董家华牧师在聊天的时候 他提醒我一件事情 他帮助我更深的一个看到 因为我们在聊福音的改变 福音对一个人的改变 所以我说 我觉得福音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 然后他说 但是Peter要记得 福音也改变一个人的 the desire of a person's heart 一个人心里所渴望的 所以他那句话其实影响我很深 就是 所以我会去看的是 我们带出的门徒 他心里 desire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那他要的什么 才是他去定义为 一个所谓的美满的人生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美满的人生 只是这个美满的定义 需要重新去做调整 所以我觉得那是 可能就是他的思维 有没有被改变 跟他心里所追求的 那另外一个 我刚刚讲到第二部分 就是他有没有参与在神国的 expansion的里面 所以我会问的是 那他们有没有参与在 就是做神国 做一个工人 因为我觉得做神的工 是我们都应该参与在这当中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种姐妹就只是消费者 他们来就只是因为喜欢讲道 喜欢灯光 喜欢音乐 喜欢我们有教的一些的课程 喜欢我们的组织学 喜欢我们每个礼拜天 免费帮他们带小孩子90分钟 还是 对 这种 那他们有没有参与在教会的建造 那当然这个有 这有很多的层面 是 是 毕奥牧师 好 帮我 我觉得怎么样把国度的神学用在讲道里 我有 我想快快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觉得旧约新约最重要的关键转折 就是在于 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 是 好 那 这个 这个对我们的国度神学有一个什么样子的 启发呢 我觉得我们的道 一定要成为肉身 阿们 就是我们讲的道 不能够被整个像旧约一样变成了一群少部分的人 自嗨自己活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别人离他们很遥远 所以我有准备一张PPT就是 道要成为肉身 信息要住在人的中间 这是约安福音第一章给我们最好的提醒 就是道成为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真理 有恩典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整个国度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的 像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太敢带我的朋友来教会 是因为每一场聚会 感觉都好像追思礼拜一样 你懂那种感觉 就是谁会邀朋友去参加追思礼拜 对不对 然后很严肃 然后讲台上讲得到 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很遥远 然后那个题目定得大的不得了 听完整遍到还是觉得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我们这些做牧者还觉得说 圣灵会自己对他们说话 那还要你干嘛 就觉得我在学生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我觉得到如果没有办法成为肉身 很难住在人的中间 我觉得你可以开一个讲道学的课 就叫做 那还要你干嘛 可以给所有的讲源都可以去上的 可以写本书 你不要讲话 你不要讲话 现在是我的时间 你不要害我 对 那我觉得经文里面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字啊 就叫做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觉得一个讲道啊 一个讲源啦 我不知道Peter你是不是这样想 就是说 有些讲源可以把真理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从他的信息里面 看不到怜悯跟恩典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你也听过这样的道 从他的信息每一篇都是成功 都是祝福 都是恩典 但是不需要实戒 不需要律法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道 要让他 要让人知道 你有标准的 你有真理的 但是你又充满了怜悯与恩典 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觉得真是好的道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是我常常在写讲章跟门徒训练 常常会有的画面 就是我觉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大概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牧师 每一天的就是大家想象就是在讲台上 那两个小时 我觉得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最多的画面是这种画面 跟人在一起 跟他们分享 跟他们说说天气 看看无花果树 参加婚礼 一起在海面上 发生的所有事情 那个才是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道 要真的跟国度有连结 它一定要生活在人间 要能够回答到人生命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 与其跟他们谈教条 不如跟他们说说挣扎 就是因为神的国度 要让祂的主权可以进入 那个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那才叫神的国度进去 那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跟祂讲教条 人是进不去的 因为我们跟祂没有关系 是进不去的 举个例子 我大概不会去管 吴牧师家的人 我也不会去管 Peter的小孩 因为我们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关心 但是我跟 不会嘛 对不对 但是我会管我的孩子 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关系 那我知道祂的挣扎 我知道祂现在的功课的状态 交友的状况 那我觉得耶稣也是这样子吧 他跟井边的妇人 约翰福音第四章 他们要谈到那些生命的道的时候 他应该是 不是只是很直接的就跟他 改变他 先问他你的丈夫在哪里呢 对不对 然后就谈到她丈夫的问题 然后最后才把生命的道 进到他的领域 我认为现在的人 有很多的 特别是年轻人 当然长辈也有 但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觉得我们 我们这些牧者 把生活应该会发生的是妖魔化 就是把人间所有的东西都很负面去看待 所以只有教会 只有你们在台上谈的是圣洁的 是不会出错 但是我觉得正常人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的大祭司也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嘛 希伯来叔叔 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谈他们的挣扎 从这个切入 再把真理进去 让他们从真理里面得自由 我们要给他们两位鼓励掌声 我子俊牧师讲完之后 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一个的痛 就是反而我会觉得 或者我这样讲会得罪一些人 不代表我很厉害 就是 其实我们 不是太多人真的很会讲道 对不起 那么 真的能够 我也不会啦 我们学一点点 不过 真的能够上台讲道 会讲一篇道的人 真的好像不多 讲道的人多 但是做到道神肉身 我觉得就是刚刚子俊牧师在讲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 那个其实少 但是 其实是很simple 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 我们 我们讲员上台的时候 我们自己 记得我们就只是一般的人 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中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 常常别人 我在讲到完之后 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 struggle 我说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 struggle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struggle 我只是 很清楚知道 我有这个 那如果我有 我相信 就是 we have to be honest with ourselves 我们就是要 就是 可能 诚实面对说 我 我自己也是有这些 我相信这个 但是 我的这边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刚刚子俊在讲的 这个 tension 这个挣扎 你相信的是这个 我感受的是这个 这个 这边的 gap 就是你的讲道了 这个 gap 这个好 因为有太多传道人他们 就是想要 要重复像 模仿唐崇荣啊 或者是马丁路德啦 大概他也没见过马丁路德 不过 马丁路德很会骂人 你知道吗 马丁路德如果去看他 就是 他真的很会骂人 他的讲道 他的讲道没有像大家想象的 只是这么的那个 他其实很多的 很多 他自己的 personality 在他讲道的里面 所以我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 与其我听一个 一个人在上面讲一篇道 真的也不知道他带我去哪里 感觉充满了属灵的词汇 但是不晓得去哪里 倒不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一起打开圣经 我们来做一个小组的查经 反正那个上帝的话 更加诚实的被 被分享出来 我的背景是有资商跟辅导 我在硕士是念这个的 其实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我们在 我们最终以忠为始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 我们应该要问说 我们最后的答案 应该要去到哪里 像彼得刚刚讲的 我们的讲道他 最希望就是可以 带出什么样的门徒 你的终点要什么 那我们在协谈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问说 我们终点最后希望要去哪里 是的 那所以如果为了那个终点 我绝对不会一坐下来就是 你为什么要外遇 你为什么要做错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这样 不会带他不会去外遇 也不会带他不会悔改 因为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不是往那个终点走 所以当我们在跟他 传信息的时候 也不是一坐下来 一讲道就跟他讲 你是一个大罪人 我们这个标准有多高 你有多难达到 然后圣经里面是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会帮我们搭一个桥 让他可以进到改变生命 反而是 诶 你的 这个现在的挣扎是什么 我们现在大家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最后搭一个桥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 是 那因为你们两位都是非典型的牧师 如果假设说 有一个这样的教会 一样有崇拜 一样有这个敬拜的部分 音乐很棒 然后接下来那部分呢 没有讲到 是小组查经 查完之后呢 绿带敬拜 绿的奉献 我用小组查经 来代替一个 不太能够讲道的状况 你觉得可行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 我觉得重点不在方式嘛 因为方式你可以把查经 也变得像是一个讲道嘛 所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那个模式只是 模式就是模式 模式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 那 那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今天来到我的教会 来到The Hope 说实在 你如果只是去想 你不会觉得 这个跟一般教会 有什么太大差别 真的 没有 我们也是 剛剛子昀牧师说 为什么都是要先唱快歌 再唱慢歌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 唱的东西在 现在 我也是 所以 然后我们也是有敬拜 有讲到这些东西 然后 报告啊 这些的 但是 我觉得是 是 剛剛子昀牧师讲的 那个出发点 有一本书是 他是Andy Stanley 他写的一本书 他就说 Communicating for Change 这本书 中文好像没有 据我所知 没有翻译 我试着去找 那这本书里面 他是Andy Stanley 美国那个 North Point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人牧师 他们价位 在美国非常大 大概也是 两三万个人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到一个点 他说 讲到不是 跟人家讲解圣经 讲到是透过圣经的真理 帮助人去讲解他自己 就是 用圣经的角度 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讲到是一个 就像子昀牧师刚刚讲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道神肉身 就像耶稣经过他来 他跟 他跟 法利撒人的差别 在哪里 其实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神学家 你应该知道 在当时的 当时的 耶稣来到 在 1st century的这个 Palestine的时候 他 犹太教有分 大概 三大块 那有 sadducees pheraces 还有assins 但是 耶稣他的神学观 其实是跟法利撒人 是最靠近的 其实 是最靠近的 就是他们对 摩西五经的解释 跟 到底死后 会不会复活 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嘛 那为什么法利撒人 跟耶稣还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虽然他的神学观是一样的 是因为 耶稣做到一点 是法利撒人没有做到的 就是 道成任务神 是 他可以把这个 法利撒人是 是很 他们很passionate about the law 要人家去了解 law在讲什么 但是 耶稣基督是帮助人知道 神很passionate 要你 进到真理的里面 得到这个生命 所以他是透过 神的角度 神的观点 帮助一个人去了解 原来神了解 我的struggle 原来神了解 我遇到的困难 然后我可以使用 神国的这些的原则 在我的生命中 而带出一个 实际的一个改变 跟一个 结出一个果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耶稣他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 这个他可以是 耶稣怎么做呢 他有跟 几千个人讲道 但他有跟门徒一起吃饭 他两个method都有用 但是我相信这两个method 后面的 他都是同样的一个spirit 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 一个 他的 里面的这种ethos 其实是一样的 他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一个很 要谈蛮 蛮多的一个 范围 像子俊牧师所讲的就是 怎么样能够真的 带到我们要去的那个点 而不只是 因为我们重复宗教性的活动 是蛮多的 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通病 好 我们现在问你们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从国度观的讲道所产生出来的 有国度观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吗 你说指标说 我的教会 透过这个讲道之后 这事奉之后 的确教导之后 他们有共同的国度观 有共同性的 有没有特征 我不太知道说 我不太知道吴牧师希望我回答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但我在想 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希望 可以建立一群健康的会友 而不是那种很宗教化的一群人 所以呢 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希望带出一种文化 就是很喜乐的在服侍神 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信息的分享 他 像我常常在分享他当中 我也可以真实的分享我的软弱 我们面对到的挣扎 我的一些出求的事情 在台上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可以很真实的 跟他的 比如说小组长也很真实的 跟他的弟兄姐妹分享 他也在挣扎什么 他过年也在追韩剧 然后追到后来呢 忘了灵修 然后呢 很真实的表达 大家也觉得 原来小组长也是这样子 我们也没有这么有压力的 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样子下去呢 我就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可以很健康的 不要很压抑 不敢表达自己的教会 是 活生生的一个人 是 立昂牧师 好 我觉得当直居牧师的会有很幸福 很幸福 对 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会知道教会要求的是什么 但是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终于这个差别就是羞耻的来源 为什么很多人会活在羞耻的里面 那种羞耻我们常常躲躲藏藏的 就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大家要追求的是这个 大家要的是这个 牧师要的是这个 大家要的是 但是我实际就是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常常会 很多事情是隐藏的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刚刚这个问题很好 这让我想到我们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是门徒 我在想说 讲到对我来说 我会问的问题是 训练出什么样的一个门徒 那在我们教会 我们是 我们有对这个门徒有个定义 那这个门徒的定义 我很惭愧的说 是我们教会到了第三年之后 才把它定义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定义出来 我们知道第三年我们在 Leadership明年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才说 我们的问要带出什么样的门徒 我们才好几个月的时间讨论 那讨论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对门徒的定义 我们说 我们对门徒的定义 就是一个爱神跟爱神的人 他爱神跟他爱神 所以他爱神把定义为就是一个 爱神他可以忠心的付上代价 一直跟随他 那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是因为 我们教会的年龄层 补片都是比较年轻一点 那 年轻 可以有火热 有那种热情去跟随他 但是 那不叫做成功 成功是一个 一定到七十岁八十岁 还是与主同心 是 我常常跟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教会说 The Hope才五年而已 五年不是成功 成功是八十年九十年 一百年才定义出来 这是长久定义出来 我们顶多指这个WOW 但是WOW Amazing 不叫保真正的成功嘛 对不对 在神国里面的成功是定义不太一样 所以有没有办法忠心的去跟随他 跟随下去 第二个是他有没有办法爱神 那这个跟刚刚子居牧师讲的很类似 就是我们说一个爱神 爱人的门徒 他用喜乐的心 来服侍其他的人 他可以用喜乐的心 他不是感觉是被逼的 不是好像一定要服侍 不服侍我就怎么样 但是 他可以看到服侍的价值 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会说 神是配得 人是值得 神是配得 我们去跟随他 人是值得 我们去服侍 去服侍他们 对 所以这是我会希望 我们的讲到 所带出来的门徒 是有这样的一个 爱神跟爱人 所以我想这样的说法 就很棒 透过两位牧者的表达 其实他就 给我们自己也走过自己里面 想大家类同 都有一些类同的 一些的想法和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晋升的去看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神国的概念 那我们个人的神国的神学 是不是比较确定的 比较清晰的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的目的 现在我们就给两位牧者来给我们一些意见 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觉得 我给大家一个背景 是我们的牧者都很努力 那么很多牧者都在教会那个点里面 都付出很多 牧羊 讲道 教导等等 那么看后你们两位不一样 你们不但是 同样你们也努力 但你们不是一个点 你们从一个点 发展成一个面 所以你的影响圈就出现了 那么可能我们就来听听你们的分享 你们如何从一个点 然后演变成延伸到一个面 你吧 你比较 猜拳也可以啊 没事 我觉得这可能Peter等一下可以多谈 但是对我来讲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什么面 其实真的就是一步一步上帝带领 往前走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 很棒 所以我的这个网路频道也是2019年 在 before covid 之前呢 然后有一天就是神就感动我 就说把我的这个讲道平台把它开起来 那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一开台是2019 11月 COVID 2020就出来 然后我整个讲道平台就服侍了这几年 对 那 那当然开始了之后直播的聚会啦 这些直播点的服饰到不同地方的人就开始展开 然后我也我不像其他牧者就说每一年就在喊 今年要建多少分堂 然后开多少堂 我从来没有这样 我的教会的所有牧区也没有 每年没有定数字要增长的都没有这样子过 但是我就是觉得神的工作通常都是 那就是神在每个地方让我们开始的原因 所以像我们在COVID的时候开了一个宜兰罗东的分堂 也是刚好有一个家庭在那里 我们就有一个同工就是每个礼拜去从小组带 带到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组 我们就在那边开了一个分堂 现在五六十个人在那边聚会 就是神这样子一点一滴 我从来不是那种 Peter比较是那种任务导向 我比较是那种胆小型的 就是我是觉得神有带领有工作 我们就去完成它 这样子 感谢主 应该是这样子吧 应该是这样子 对 可是我还想听是说 有没有一招是我们可以学的 比较具体的实践的方法 我给你一点时间 好 Peter 对不起 我可以更多了解你刚刚说 一个点变成一个面的 对 可以帮助我更多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我可能回答可以更切据 比方说我们都在一个平台 在一个教育点里边服侍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服侍 怎么能够把那影响力影响圈给扩大 哦 了解 了解 嗯 好 我觉得我先讲一个可能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到大家 但是某种程度也不会帮助到大家 那干嘛讲 因为我需要用掉我的时间 哈哈哈 不过 我觉得影响力不是追求的 影响力是一个reward 它是一个奖赏 是来自于神的奖赏 reward for what 奖赏什么 奖赏 faithfulness 奖赏你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去追求影响力 因为追求影响力 在追求影响力里面 我们很容易会去迷思那个焦点是什么 是 但是我觉得 在神国的 因为我们在讲神的国 神国里面有些的原则 是每次耶稣在讲 the kingdom of God is light 天国就好像 就好像 每个这些的parable里面 就会有些的原则 那其中一个故事 有一个parable 有一个比喻 就是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银子这个比喻 那比喻 这个比喻里面 我觉得他在讲的 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 很basic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没有对我们 所拿到的东西负责 因为神不是公平的 神给 就是有给的多 有给的少 所以神的公平 不是要大家都拿一模一样 神的公平是 如果我今天多给你 我就跟你多要 我今天给你多少 我就跟你要多少 五千拿来 五千交回来 两千 请你拿回来 那所以我觉得在 我们在问的应该是 不是说 我希望我有更 我觉得两千两 不应该跟五千说 为什么我不是五千两 一千两 也不是说 为什么我不是两千两 而是说 我今天有了什么 那我今天拿来做的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要去追求更多 更多量 而是我今天拿了神 给我东西 去做了什么 What did I do with what gave me 那这些东西 不是追求来 是神经放在你手中 你就好好的去做 所谓的网路这些东西 说实在一开始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 2019年开始的 Hope的时候 当你开始一间教会的时候 其实人家只要礼拜天 坐在那边 你就非常的开心 开心就是 希望有人来到教会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网路的 事跟网路这些的东西 完全 一点都没有 我们还 甚至一开始在 教会开始的时候 我还故意不把我们的 讲道放在网路上面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做 会让人家没有来到现场 所以这些都是 那后来就是因为 一些的机会 所以我们才开始做 放了一些东西说 看到 好像神在上面有吹气 那我们再把更多的资源 投资在这个里面去 那当然我们 那我的话 我刚刚子昀牧师也有提到 其实我是一个 蛮有目标的一个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做一种叫做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就是如果我知道目标是什么 我就把它break it down into 几个我觉得可以去执行的 一些的东西 所以 所以我如果想到说 在教会的发展的里面 我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些目标 但是 目标归目标 目标不是你要达到的数字 目标是一个方向 不要把目标当作是一个 我要达成的一个 好像的一个 就是 就是它最主要的用处 不是去衡量你有没有达标 因为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已经达标了 它就衡量的是 你是走对方向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 我就不知道往哪里走 不知道往哪里走 就这个 这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那我觉得 就 不会去善 善 好好的去管理好神给我的资源 那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资源 尤其在the hope 其实是少的 那在这些有限的资源下 我要放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就去看 在什么东西上面 我觉得神有去吹气 那神有去吹气 breath down it 我们就把更多资源放上去 我不觉得这个 网路这些东西 它是一辈子 会是在the hope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这几年 神在这上面吹气 可能几年之后 神会在别的 事公司上面 别的教会上面去吹气 这个东西 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用去 觉得说 为什么好像以前是 我们有这样 现在没有了 我觉得这不是这样去衡量 而是神今天放了什么 在我们手中 对 那我觉得现在神 把这个平台给我们 我们就好好去用 有一天 这会去move到 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或是另外一个事情上面 那当那天发生之后 神会有把其他东西量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做 我想到了 就是 其中有一个 影响力的扩张 是因为合一来的 因为我觉得 过去这些年 因为我的教会是 独立的教会 没有宗派 但是 我很感谢神呢 就是在这些年 我去服侍的每个地方 有联派也有福音派 但是我学会欣赏 每个宗派上帝 给他们的那个产业 然后呢 你要知道神学的东西 是 神学是人对神的认识的解释 但是本质上神是很宽广的 所以 对我来讲 合一就是欣赏每一个人 神给他独特的那一份 所以当你跟很多人连结的时候 其实你的影响力 就会渐渐的被扩张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 他们就觉得这个跟我的不一样 那个跟我的不合 那个我不要去 那个我 这个就算了 我觉得那个会限制很多 那这几年我会觉得神 在扩张我们的方式 就是因为合一 在台湾我们 有不同的宗派的牧者 我们 我们大家走在一起 我们平常都是好朋友 我们私底下一起吃饭啊 什么的 是因为我觉得 我很欣赏神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些产业 或许有一些做法我们不一样 但是但是确实我们所认识的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神这样子 我是心中充满的感恩 因为从华人教会的角度看到 你们两位是给予年轻一代的 基督徒一个榜样 那我们努力的在探讨 不是那种拘泥的法利赛人的神学 反而是不断的用神学 用我们的目标导向 怎么样的重新来做上帝的活 甚至有些时候 我想从整体的发展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有人懂得天国的原则 那我们听到很多 你们怎么样运用天国的原则 然后我又看到你们有天国的生命 所以不单只是在理解力上 你们有很多天国的原则 你们知道了 守住了 然后你们生活里面 你们活出那最重要的 而不是那个表面的 或者是说为了要撑一个场 才做的事情 我想这样子 大家就对我们两位的来宾 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解 也帮助接下来同工们 你在你自己的位置上面 你们有交通交流的时候 或者你们也可以模仿 来分享你们自己 神观 特别在讲道这一块里面 怎么样的 透过国度 这样的主题 来思想它的连结性 我想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掌声 谢谢我们两位讲员 我把时间交给Carol 我们就下场了 好 好 谢谢吴牧师跟两位牧师的分享 那其实我们下午的这一个时段 大概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一个小就是休息的时间 然后在休息之前呢 我有一点的宣布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节目 不会再礼堂进行 我们会有工作坊 所以会分成三个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宣布是 我们的工作坊的三个地点 可以帮我收一下出来吗 下一页 OK 这里可以看到 你们自己参加了哪一个工作坊 还记得吗 OK 其实有提示 就是在你名牌上面 你会看见有后面会有贴了贴纸 OK 5号然后写着A B或C 那个就是你们在报名的时候 所选的这个工作坊 然后按照主题到不同的地方 A的话留在这里 B的话到那个房间 然后C到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外面等候大家 所以在休息时段半个小时 这一段时间呢 你们可以直接到这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这个茶点也会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来举行 OK吗 所以等一下宣布完结以后 大家先各自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工作坊的时间会在3点45分正式开始 也就是现在一直半个小时以后 就会正式开始 然后工作坊以后呢 大家不会再来这里 暂时你们是有一个自由交流的时间 所以可以在酒店或者房间 或者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交流讨论联谊这样子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宣布 那晚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带你的名牌到7楼吃饭 那因为呢我们大楼里面有不同的游客 有一些呢他也进来想要说在7楼一起就进餐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带名牌 可能工作人员就不能认得你是我们的参加者 所以每个人吃饭的时候记得带你的名牌进场 OK好那最后如果你在过程当中需要水啊 需要什么的资源的话 欢迎联络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或者问酒店提供 那最后最后我有捡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黑色的眼镜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了这个漂亮的眼镜的话 你可以现在到这边来找我拿 不然就属于我的咯 OK好那现在就可以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